这样的图是不太好 那个 别动 再动火果自缚 还是说你想重温那一晚的美好 听说三个月以后就可以了 他还在想什么 你放开我 我要去客厅去睡 又不是没睡过 我就抱着你 再动 我可不敢保证会做什么 脾心无难管理的 我和他的粮食 又想差好事 怎么样的不是自己吃亏 算了 随时将自己燃尽成灰 一场美梦对不对 一句可惜会不会 其实没什么可归 云层遮盖落日的余晖 身体却在如也牵麻醉 现在小心了 第一次平衡照尽锐 冲动中将会消退 不如就随它破碎 怎么 对你看到的还满意吗 谁 谁在看你 早知道再忍忍了 可是 大早上的美人在怀 还动手动脚 再不出声 恐怕大早上 就要重来睡早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所有一种改革 黄教组这个男人 只但招呼不上手 就是能生什么事的生日 怕自己有些人试试 你已经开口 眼泪不再流 游戏已到了最后 伸手 那么 就会为别的男人 我一座好 无所拥 说吧 随时将自己 都将冲击 但是你要给我钱 多少 五百万 不出事外的话 五百万 我跟妈妈 四年多的重担费 到时候 也能存下下钱 五百万 是不是少了点 我黄教组的儿女 怎么看也不值这个数 那有人心理解释的 那 五千万 有个更好的选择 跟我结婚 我的钱都是你的 可是 我真想要钱 美元股票 基金 还有没有敢惹的权势 你等等 结婚是大事 你别冲动 你看我像冲动的样子吗 我 我也考虑考虑 我不比你 决定权在你 什么时候 这个条件都能生效 我和他 本来就是哪个世界的人 若不是那一本 我们的生命的奇迹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 他就像天上的奇迹 而我 只是天上的 你的歌 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 起草了一份 您看看 过来 有事吗 把这份鞋一签了 两人要维持两年的婚姻 两年期间 如果皇教主犯了错误 导致婚姻破裂 他们一下在在这 却不归伊诺所有 如果婚姻关系 顺利维持到两年结束 伊诺可以得到皇教主 赢下百分之五十的财产 这个男人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脑子坏掉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意思 身价钱义的他 竟然把一大半的财产送人 还能说他那么铭蛋风筋 仿佛在这几块钱的小事上 绿眼睛都不眨下 他脑子确定没有问题 要是别的女人 哪里需要什么财产 单纯皇爷这个人 都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愿意倒贴了 夏小姐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份协议上面 没有什么对你不好的影响 你可以看看资料 上面是黄爷名下 所有的财产 谁要看他的财产 我看起来 像是那么败亲的人吗 如果你是为那一晚的事 大可不必 因为我这边的原因也有 你的情况你应该也清楚 你需要一个强大的靠身 而我需要一个妻子 我不需要这个 敢这么嚣张的对黄爷 而黄爷还丝毫没有动怒 实在难得 不用也行 改天直接拿护盒本去领证 领什么证 结什么魂 我一个22岁的年轻小姑娘 你就要被逼婚了 我先走了 你一个慢慢去领吧 试试 我先走了 你一个慢慢去领吧 黄爷 那份协议 还需要再打印一份吗 不用了 那行 黄爷 我就先告辞了 嗯 小夏 有跟你妈妈的情况 要跟你说一下 我妈妈怎么了 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打听有关 创伤症后遗症相关的医疗案例 发现五年前 有益力跟你妈妈这种情况 相似度高达90%的案例 那个病人在床上躺了一年多 最后被一个医生救醒了 少医生 你知道这个案例的医生吗 我已经托业界的朋友 帮你打听过了 这个医生 名叫赵木辰 年仅24岁 在国际上很有名的 被称国医圣手 不过 据说他这个人比较古怪 有钱也不一定能请到他 而且能请得动他的 最低也要八位数以上的 你 不管多难 都要试一试 少医生 你知道这个医生 最近的行踪吗 我听说 今晚他会去飞色会所 飞色会所 今天 一定要下载 扔出去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少医生 母亲 出国到漫画自带 怎么办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去 即便进不去 在门口到也要等着 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客人都要发火了 有了 这位小姐 你的会员卡呢 哎呀小哥哥 人家叫甜心 刚刚只是去补了个妆 刚才我们领班的 领着其他姐妹都进去了 进吧进吧进吧 居然能换过关了 小哥哥 记得有空来找人家玩 幸好我们都姐妹又这么喜欢 在别人这个方法根本行 爸爸 刚刚妈妈说的话比较学 妈妈这是因为你们外婆 擦这边 欢歌 你来都来了 一个人在那里抽烟 算什么回事啊 外国的事都处理完了 黄哥 我回来待几天就回去了 不会耽误事情的 教主比事情看起来好多了 难道都是弟妹的功劳 今天怎么没把弟妹叫出来 哼 我见过呀 那可真是美若天仙 我 还是继续修修修妙妙 她比较害修 你不能进去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里面的人 麻烦你让我进去一下 你再不离开 我就叫保安把你赶出去了 走 放开她 完了 原来人家的孩子 还打扮成这副过模样 不知道她的怎么说是 有话来说 她过去忍不住 玩够了吗 我这 连七妈都忍不出来的妆 她是怎么忍出来的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马上就把她带走 滚 你也在这儿啊 少阳说 那个叫赵木晨的医生也在这儿啊 难道 她跟赵木晨是朋友吗 我是来找赵木晨的 您认识吗 认识 那我岂不是做过了天大的好机会 让我多大一大碗啊 那 先把你脸上的东西洗掉 我靠黄哥 你什么评委啊 以你的身份地位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为什么看上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啊 而且你最近不是有小嫂子了吗 怎么还乱来呢 舍得不想要了 黄哥呀 你不能被那些妩媚女子欺骗了 你以前不是向来都不看这种低尖的女人一眼的吗 怎么现在 闭嘴 第一见的女人一眼的吗 怎么现在 闭嘴 平时看起来都冷冰冰的 她对我还是挺心的 是否不是这样的家庭 可能 我想什么呢 卫生间在那边 自己过去洗一下 这些不一样 我也特别的不喜欢 教主 你这次是认真的吗 大哥 黄哥跟着糊涂 你也跟着糊涂吗 刚刚那个是什么女人啊 阿浩 别说了 再说下去 教主可不把你送外国了 就要把你丢到非洲去了 怎么一个一个都没有反应 我 太好看了 这是刚刚进去那个女人 难道 牧晨 这是 完了 我刚才都说了什么了 我好端端的外国待着不好吗 为什么要回来找死啊 原来那个赵医生 就是之前在A市给我检查身体的医生 赵医生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一下 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如果想找到赵医生的方法 多把孩子的男人给到 太多了 向小姐 我们出去说吧 好 赵医生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曾经救过一个躺了一年多的病人 这是我妈妈的病情 她的情况跟那个人很像 我妈妈的主治医生说 你能治疗这种情况 所以我想求你帮忙去看看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希望你能救我